这是我做过停靠站最神奇的一趟火车 它从上海南站开往武昌站 在浙江省内停靠嘉兴和金华 但是进了人家的省会似乎有点不给面子 直接跨了杭州枢纽的两大火车站 能如此淡定的跨过杭州枢纽肯定也不是普通的车 没错它就是五局的华东三直特成员之一 指27次王牌列车 现在咱们就从上海南站出发 感受一下五局的这趟很神奇的直达特快 我怎么瞅这个车站的造型长得跟飞碟似的呢 找着了直27的11 12后车区 走进上海南站的后车大厅感觉里面还是挺大气的 最搞笑的是我误以为上海南站的后车座椅都是这样的呢 刚才爱奇特呢这上海南站也太有特色了 后来发现中间那是过道两边才是后车区 直27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 有乘坐直27次列车的旅客 进到检票口检票进站 列车停靠在8站台 这趟车是两小时前我临时决定购买的 感觉在上海住一宿也比较贵 还是找个西发招致的火车体验一下的吧 正好这趟车是全力卧铺还有大量的余票 花200多块钱在火车上住一晚上 我的想法也是挺独特的 还别说人家五局列车的车厢内部挺干净 还挺带劲的呢 哎 发现我的铺位正对着电源 这得赶紧先站上 其实两小时前我是想买上海南到重庆的直257次列车 但是临时买那趟车一张票都没有了 正巧这趟车有大量的余票 取消两次还买着下铺了 21点整列车现在开始驶离上海南站 正点到达武昌站的时间是明天早上6点36分 现在列车开始经过松江站 但是外面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清 刚才有个大哥找列车员说要从黄石补票到武昌 这列车员说的也挺实惠 说这个车是全是卧铺 你要是从黄石补到武昌的话得六七十块钱 列车员的建议是乘客在黄石下车 然后等个十分二十分的坐后面车应坐才十多块钱 不得不说人家列车员为乘客考虑的还是挺到位的 停完加行这上铺和中铺也基本上还是空的 这大哥挺有意思 自己带盆在火车上接热水洗脚去了 最逗的是大哥问列车员的水为啥不热 列车员说你把热水接到盆里肯定被吹凉了呀 回铺位上去吧 马上快熄灯了 列车现在已经进入杭州 马上要经过杭州东站了 这得看一下 哇 这个车站也太漂亮了 杭州东属于存高铁站 其他的普通列车也是只经过不停车 坐火车最幸福的就是拥有一张下铺 看着城市的夜景真的特别哇塞 列车开始跨越杭州的另一座树牛 杭州南站 如果把停加勤改成停杭州南的话 估计客流会大很多 去了趟厕所刚才还行 这空调冷风给的挺足啊 仔细一看原来窗户开着呢 过了杭州也该休息了 明天还得起早 等我在飞行时 发现列车已经进站 马上要停车 打开地图一看 已经到了鄂州 还能再睡一会儿 得起来了 现在已经进入武汉市区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车 我已经买完票了 一会儿在武昌站停楼一会儿 直接换乘 没想到这趟车在路上没有晚点 进武汉市区反而晚点了 看来一会儿出站以后还得抓紧走 整体来说这趟车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从上海到武昌之间 坐到了七八朝日 还是全列卧铺 中间的停靠站 仅有嘉兴 金华 黄石和鄂州四站 硬卧下部也才247块5 比坐动车要便宜 走边界换乘吧 出站的近站容易赶不上车 在成都和广州之间 我发现了一趟特别奇葩的Z字头直达特快 他的停站明明很少 但是到达广州的时间 还比K字头列车慢了两分钟 他明明拥有25T的高配车底 最高时速跑到160完全no popular 但是这趟车却经常100公里以下的时速前进 列车时刻表显示 他在京广线只停武昌和长沙 就到终点站广州 但Z车还没事总爱停车 临时歇个脚 非要等后面的K字头列车 对上来他才肯走 咱们走武昌站的便捷换乘 一会儿一起体验一下这趟非常悠闲的奇葩列车 这趟车是我发现挺有意思临时决定购买的 因为上趟车晚点了 所以只能走便捷换乘节约一点时间 他的车次是值121次 坐这个车从武昌到广州 东间只停一站长沙 如果单看停靠站 这个车在京广线上那可是相当给力了 甚至比英雄列车值13次 还要少停一个称州呢 这趟车是昨天的16点59分 在成都东站始发的 与成都东到北京西的直50次列车套开 这车一共就两节硬朵车厢 还空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座 整节车厢没看着几个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四处大的乘客为主 首先说一下这趟车比K字头列车慢 是因为它线路导致的 从成都去广州的话 走武昌相当于多绕了600多公里 要不然停站这么少 还没有K字头列车快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但是作为直达特快 这个车的速度始终没有突破过140 刚才一个人吃完泡面用热水算盆 算完直接就倒在地上了 整得跟糊泥似的 有点太不讲究了 过来接水的人都得踩一脚泥 现在已经开到了闲警市 闲警的车站站台看着比较沉旧啊 很多人到这找垃圾箱都只钻圈 到这座城市突然想起三国演义了 因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叫赤壁 这距离长沙还早呢 现在就开始大幅度降速了 看样子是要临时停车的节奏啊 这车好像是要停越洋休息一会儿 并没有停车 只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通过了越洋站 车座位足现恢复到100 现在车已经进长沙了 这车除了速度差点 在京广线上还是挺牛的 已经到达长沙站挺不容易 还提前了两分钟 非常诧异 留长头 这个人以为是个女的呢 刚才回头原来是个男的 刚才在车上就看到这卖盒饭的了 赶紧整一份 还是湖南省好啊 每个大站基本上站台上都有卖盒饭的 都是15块钱一份 这跟之前我在称州和衡阳的站台上 买的盒饭一模一样 现在很多火车的盒饭一般都是25一份 但是人家湖南那边车站站台 卖的15块钱盒饭真的挺实惠的 反正这车出长沙没多长时间 好像又走不动步了 这是进珠州站可能要临时停车一下 果然如此的 停在珠州站已经不动了 这已经临时停车十多分钟了 人家长沙到陈州的快9161次列车都追上来了 这车真有意思 非得等人K字头列车进站减速 他才开始出站 怎么感觉这车有点像龟族塞跑呢 拿着25T克车和停车少的又是跟人家K字头列车比 自从过了长沙的车速连130都上不了了 进了衡阳站仍然是减速缓慢通过的 作为直达特快走了一小天 还没看上哪个车给他让过路呢 这地方的印象对深 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 是通过查字典的方式知道的 列车刚通过的是垒阳站 同样还是车速比较慢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陈州 事先被窗外的列车给挡住了 对面的车是深圳东到南宁的直230次列车 过了陈州 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广东地界了 现在广东这边温度这么高了吗 外面马上到30度了 进入岭南全人退道 手机也基本上没有信号 等手机再来信号时已经进入了扫管 列车正在通过扫管东站 挺不容易啊 终于看着一趟为他让路的火车了 正在待毙的是由青岛北开往到广州东方向去的 直167次 虽然直167也是直达特快 但是他这个停站似乎有点多 所以也被火车迷称为清广大公交 刚喊了一句晚餐盒饭10块 这人都过来了 这就是10块钱的盒饭 看着五颜六色还挺有食欲的 刚才喊10块钱的盒饭 毫不夸张的说是秒数空 这截车基本上还是人手一份 味道还不错 看看在垃圾袋里全是这个同款餐盒 早上7点29在五常发车 现在已经晚上6点了 足足做了一天的硬坐 不容易 这车已经很久没有上过120以上的速度了 拿充电宝直接拿数据线过来 说要跟我一起充一会儿 我看很多人出门只有带充电器的习惯 没有带充电宝的习惯 要是想买这种车的应做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电源的 所以说出门还是带一个充电宝比较好 已经过广州北站了 马上快熬出头了 列车现在即将通过广州东站 我记得上次坐直501的时候 先经过广州东再去广州站 有人说不对 很多人说我看错了 火车不可能这么走 那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 不知道广州枢纽在施工 现在列车需要进广州站 需要走广石线绕行一大圈 这回终于是到广州站了 其实成都到广州的这趟 直121次列车在京广线上 还算是比较给力 虽然开得不算快 但是武昌到广州区间 用时11小时53分 这个成绩在京广线上 已经算是很牛了 在京广州站上 从广州站上 在京广州站上 也许在京广州站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